中国地方债务超过9兆美元 俨然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不定时炸弹 日前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更直接发文字报债台高筑 向中国国务院喊话争取致力支持 希望中央政府出手救援债务危机 而且前十年级需要付利息 所以贵州会出问题不意外 他们当初借了钱去做基础建设 或是城市的建设 可是回收不来 所以就出问题了 他们这些地方公司 很多是采用的是 不是中央 就是北京当局许可的借债模式 那他们的说法叫做非标准化基产 那这一块是中央说不会去救的 大陆这些非标准化是说 我保证你盈利 你不管有没有赚钱 地方政府都会想办法拨钱给这些企业 事实上应该叫做两边的投资 后来变成说是政府的债务 北京当局是不承认这一块的 不过学者认为 虽然中国地方政府还不出钱 但还是拥有土地与建设等相关资产 中国中央政府可能会一循 今年年初遵义稻桥的模式 由金融机构介入处理 你可以看到是说 从政府工作报告 它的处理方法是 金融机构直接去介入到 地方的基础建设 第二块的话是 中央的财政直接帮地方去发债 所以以后地方的债 完全基本上是由中央来负责发 来控管 所以地方以后不会有负责 那应该说 逢种程度上面它不会有负债 那当然还是会由金融机构去介入 另外一个处理方法是由国有企业去介入 他们借的钱都是人民币 所以万不得已 中央政府去印钞票都可以解决 那他们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印钞票来解决地方的政府问题 所以他们已经在做 其实没有公开说得这么明白 就中国大陆内部情况来讲 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可是狂印钞票可能会造成汇率变 他们担心的是这一块 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都公开讲 然后被迫中央政府要公开的印钞 大量印钞票 那就会造成国际资金的恐慌 所以他们只能做不能说 根据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疫情期间持续增加 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有三分之二地方政府 可能超过中央设定的债务门槛 且有三分之一地方政府连利息都无法支付 直到去年年底 中国各省债务率皆是上升状态 他们的资本投资报酬率太低了 这是造成城投债或地方债 会这么严重的原因 举个例子 可是你盖一条高铁 完全没有经济效益 赚不了钱 它就会变成债 而且债会越来越大 近期的因素是地情的关系 去年花了太多钱在防疫上面 第二个是习近平去打压房地产 所以整个房市的萎缩 那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是靠土地 卖土地赚钱 那你打压房地产之后 他也没收入 那当然最后一个原因是 习的伟大战略 就是你可以不要去触碰隐性债务 可是他偏偏又觉得必须要处理 所以就把一个台面下的东西 拿到台面上来了 这个东西很类似像什么 之前的房地产的调控 或者是双减 教育双减 都是一样的 过去几年 他们都是强调的是政府去发债 来带动整个经济 那现在尤其今年以来 最主要是透过金融机构去处理 换句话说 他是以金融来替代财政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那是不是现在也只能这样做 你地方的债务已经不可行了 那就找金融机构下去 中国各省负债率越滚越大 相关研究也揭露 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巨额债务 将会拖累中国国内经济成长 不排除地方政府违约 而引发另一波金融危机 记得张慧珍采访报道